我想我的這個發言時間有蠻多可能是可以交給國民黨的委員來發言 我想問一下那個在場除了林委員以外還有其他國民黨的委員嗎 目前是沒有 所以國民黨的委員舉辦的公聽會結果只有主席一個人來 目前是這樣 好 那希望我的問題主席如果可以代表 或是說國民黨邀請的學者可以代表回應的話 我們會非常期待 那就是在前幾次國民黨的這個在參與轉型正義的這個公聽會的時候 其實針對民進黨的促轉條例 有幾位國民黨的委員是提到說沒有注重到原住民族的部分 那也有幾位委員是提到說沒有去處理到日治時代對台灣人的壓迫 那所以當我們時代力量提出我們的版本 歷史正義與權力回復法的時候 其實就包括了國民黨的訴求 那包括回復原住民族的權利也包括到日治時代的部分 所以我在這邊因為上個禮拜國民黨把我們的這個法案直接提出意義 那退回到這個程序委員會 那沒有任何的理由 那也沒有公開的說明 那連討論的機會讓我們的這個案子 進入委員會討論的機會都不給我們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是想要請問主席 或是我本來以為今天 由國民黨辦的這個公聽會 應該會有其他的委員來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個說明 這個沒有進入這個副委這件事情 事實上因為我在委員會這邊 我們並不了解那邊的情況 這個那我在會後 會後我問清楚我們黨團的態度 那我會公開的做說明 因為我想在這邊其實一直就是 時代力量也很虛心接受任何的建議啦 那當我們在參加前幾次的公聽會的時候 聽到國民黨提出的內容 跟我們的這個很多的版本 其實是希望涵蓋的部分是很這個一致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以為國民黨應該會全力支持才對 那結果沒想到是連進去到這個副委都不行 還退回到程序委員會 那我在這邊 以為今天終於可以聽到國民黨的委員來 這個跟我們說明一下 我們也可以再回去改進 結果也沒有 那在這邊 同時國民黨的這個政委員等等 還有親民黨委員提的這個 促進轉型正義回復 援助民族傳統領域 土地條例草案 其實時代力量沒有提出意義 而且我們搞入委員還一起簽署 共同提案支持 所以我想就是說 呃林委員如果說回去方便的話 是不是要問一下就是說 因為事實上時代力量的版本對原住民族的權利的回復不只是土地 所以國民黨跟親民黨提的這個版本 我們不只支持以外 我們也希望他支持我們 因為我們 是包括土地跟文化權 語言權 都包括在一起 所以 如果要一致來看待的話 是不是國民黨黨團也會把這個 國民黨跟親民黨提的這個退回程序委員會 就理論上啦 要不然我不太知道他怎麼面對這個國民黨自己的理念 對 因為我們處理的原住民是更完整的權利 那理論上這個國民黨跟親民黨的這個委員的這個版本是處理比較小的 只有土地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認為時代力量的不對 那是不是說國民黨自己提的應該自己再退回 這個也 希望說國民黨的這個 黨團能夠 有機會的話 今天藉由這個公聽會 那也希望 國民黨的學者 回去以後是不是也可以促請 國民黨黨團可以把這個事情說得更清楚一點 然後最後我想在這邊公開呼籲的就是 現在連民進黨的版本 那我們也看到陳寅委員最近他也公開強調 其實要納入原住民族的部分 那把這個拉大這個歷史正義的這個課題 那包括從荷蘭、西班牙、正成功家族、清朝 到日本的這個殖民統治 其實他大概就是比照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對於原住民族的這個態度 所以他應該也會 我想民進黨現在應該也會思考怎麼樣去讓他更完整 讓轉型正義的工作更完整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不要陷入黨派之爭 那所以在這邊也是拜託主席 就是說既然在公聽會上面 國民黨其實他提到的這些部分 現在已經有時代力量版本 是已經涵蓋了 然後民進黨現在也願意說應該要把原住民的加入 那事實上應該有一些共識 直接退回到程序委員會 不讓他復委的原因 真的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的說明 那我相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黨 應該要有一定的這個邏輯跟判斷的標準 那這個接著我們在推動轉型正義的時候 怎麼樣避免剛剛這個李研究員提到的這些狀況 反而讓這個傷口沒有辦法癒合 這個部分我覺得是未來大家可以一起努力 但是怎麼樣能夠大家共同的來參與 這個是我們最期待的事情 謝謝 其實我還有四分多鐘 如果等一下突然有國民黨的委員來了 我願意把我的四分多鐘交給他來這個報告 謝謝 謝謝